在發佈會開始前 你就要看了這一段 在這個發佈會上 說的任何事都可以不算數 記得啦 HELLO HELLO 歡迎來到一年一度的SAMSUNG GALAXY UMPACT 在去年同樣在三藩市場地製造了一個大頭佛 大家都記得啦 今年就有第二個大頭佛搞出來了 就是這部SAMSUNG GALAXY C FLIP 看這個發佈會有很多廢話說的 但是你看Edwin的這段影片就會剪掉廢話 我們直接去看這部機器 那部機器在哪裏呢 在我的衣袋裡 拿出來 這部機器就跟你的手掌差不多大小 摺起來之後就是這樣 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Screen 告訴你現在是多少點 那為什麼要這麼小的Screen 因為要焗你打開這部機器嘛 如果外面的Screen很大的話 那這個Product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了 所以外面的Screen一定要小小 你一定要打開這部機器才可以用到 有三種顏色 口罩紫色 政府黑色 經濟金色 在說裡面的Screen之前 我們就一路說外面的Screen 外面的Screen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又可以看到Notification 還可以用來自拍 這個功能一定要有 不然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部機器要摺 跟上次的戴頭髮不一樣 今次這個Screen就會有一層玻璃在上面 就不會那麼容易刮花 今次我們真的加強了關節 就不會像上次一樣 那麼容易壞 我們還加了一些鬍鬚在關節位 就讓它不會有些塵走進去 就好像你鼻孔那些鼻毛 而且也測試過可以摺20萬次 可以不停在這裡摺也不會難 去年的戴頭髮就忘記它了 對啦 這部機器可以摺起來用來自拍 但是前面的螢幕 也有一個自拍鏡頭在這裡 這個Screen才可以有 我們Samsung的Signature 就有些黑色的髒東西 在Screen的頂部份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這部機器可以摺一半 然後坐在這裡 那就是怎樣 你可以帶小一樣東西出外 帶小一樣東西是什麼 就是腳架了 以後不用帶手機的腳架出去 腳架有的功能 這部機器都有齊 所以這個發佈會 就會跟你說一下腳架有什麼功能 腳架第一個功能 就是把你的手機動起來 就可以用來做什麼 自拍 對不對 自拍 Hello Yeah 以後都不用帶化妝鏡出外 又帶小一樣東西 在幾千人面前 在港台上自拍 是我的嗜好 讓你看看其他我的自拍 到底這部機器為什麼要摺起來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部機器先說到這麼多 又不記得說價錢 不用再什麼預購 不用再等了 2月14日 即是在幾個星期五 就馬上有得買 成為一千三百八十元美金 便宜過上年那塊 你們要感恩 知道嗎 我們CEO就不想再走出來 所以今年就換了第二個人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 Hello Hello 我就是去年搞出大頭髮那個人 那今年CEO DJ 懲罰我 要出來說幾句 就用10分鐘去回顧 由Samsung Galaxy S開始的手機嚴望 其實整個發佈會都是50多分鐘 我們來介紹Samsung Galaxy S20 為什麼不叫S11 因為去年9月旁邊已經出了11 如果我們出的部又叫S11 我們永遠都慢一點 不行 所以就要改名叫做S20 而這個藉口就是今年是2020年 以及5G的年代 所以就要改名 用這個原因去做一個藉口 就是你會留意到為什麼今次這條片 顏色好像怪怪的 對比度很深色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條片是用S20來直播 真的假的 其實就弄到顏色怪怪的 我現在直接在攝影師裡 就拿一部S20出來 給你們拍照 拍照 拍照 拍完我就回到 沒錯 我都覺得顏色怪怪的 我好像不見了一雙腳 其實我的褲子是黑色的 看不到 2020年開始就是5G的年代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次出的三部機 都是支持5G 首先講一下相機 去年旁邊就出了四個點點的正方形 我們不可以執書 就要出六個點點的長方形 就在手機背部 廣角鏡我們一向都有 今年主打就是可以不斷在這裡移動 因為每一張照片都很高像素 可以做到30倍變焦 你有用開我們手機都知道 相機APP上面就有很多個模式 再加上有很多個鏡頭 有廣角鏡 又有長焦距鏡 又有正常的鏡 拍照的時候都不知道用哪一個模式好 所以我們就推出這個SINGLE TAKE模式 按一個按鈕 所有模式都會幫你拍一次 讓你不用作出選擇 又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模式有什麼分別 那你用這個SINGLE TAKE模式就對了 總之用我們手機拍照 白癡都懂得拍 我們還會在拍片方面有時代的革命 革命其實就沒有那麼宏大 只是將4K變成8K 不用罷工都可以提升你拍片的像素 但是在這個發佈會上 我就不會跟你說 便宜一點那兩部機 就只有長焦距鏡頭可以拍到8K 這些醜陋的事實就用語言藝術去蓋著它 我們邀請到一位Youtuber 就幫我們用S20這部機去拍片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我一生都很喜歡用Samsung的手機 那些手機真的很好用 那我就用這部機拍了一條航拍的影片 然後上youtube 那你在youtube都可以用8K的像素去看這條影片 那我們現在就在手機直接看 螢幕小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就要投影過來Samsung的電視上面 8K的Resolution 那買這部手機的同時就記得買Samsung的電視 說得好 說得真的好 大家一定要用最高的像素 去記錄下最開心的回憶 知不知道 在你拍了一條8K的影片之後 你隨便可以拿出來 都可以當作一張很高像素的照片 這部機的容量就可以去到512GB 你再插一張1TB的SD卡 就可以有1.5TB的容量 剛才說到有3部機 現在說一下最貴的那部機有什麼特別 最特別的東西就是它特別貴 只是開玩笑 最特別的東西就是它的名字 它叫S20 Ultra 為什麼叫Ultra 因為其他字都用光了 什麼Pro、Plus、Max都用光了 之後用什麼? 就用Ultra 我想了很久了 但是這東西都不是最特別 最特別的東西就是它的背部 這個放相機鏡頭的長方形 它右邊那條線 就不是部機的中心線 還超過了部機的中心線 真是好死肉酸 整個東西這麼大塊 就可以塞到很高像素的相機Sensor 就可以去到10800萬像素 就是10800萬像素 一樣的主打就是Zoom 你喜歡Zoom去哪裡都可以 可以做到100倍的變焦都可以 即是把一個望遠鏡放在你的手機上面 為什麼手機上面要有望遠鏡呢 就不要問我了 讓你拍到100K你都會看到 是起了格 為什麼呢? 因為Youtube的壓縮 無論你的影片多漂亮多好看都好 如果下雨或者很多樹葉或者下雪的話 上Youtube都會起了格 你用iPhone的話呢 就很喜歡用Facetime的 是不是? 我們都不執書的 我們有Google Duo Android機的朋友就可以用來Videocon iPhone的朋友就很喜歡用AirDrop 在發佈會上面我就不會說 但是我們就抄了Apple的AirDrop 就出了一個叫Quickshare的東西 只是給各位Samsung的粉絲使用 還有我們要跟上潮流了 三部S20的螢幕都可以120Hz螢幕刷新頻 玩遊戲就會有很流暢的體驗 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的Galaxy Buds 這一對就是Galaxy Buds Plus 名字就越來越長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字用了 我們有Ultra可以用 通話的質素改善了 發聲單元大顆了 音質也改善了 在不同的機器之間切換也方便了 續航力長了 充一次電可以用11小時 149美金跟那部接機一起在情人節上市 這三部S20就會在3月6日上市 現在的手機是這樣的價錢 你錢包沒錢嗎?不要緊 你買上一代 買舊機就可以了 舊機會便宜的 一樣好用 記得幫襯 如果東京奧運還可以完成的話 就會有這個奧運限量版 希望大家到時還有個廢 好了 今年終於輪到我出來拿這個美賽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